私信的盒子 咱们开局卡槽有一个自费盒子 但提示我们说负债超过3000阳光 如计就会失败 那这还不简单 我不超过3000不就得了吗 来咱们开局变一个 漂亮招财猫 这下直接发财 来咱们直接从后面开始敲啊 一个招财猫让我负债350阳光 不过完全不慌 大夫给咱们申请的额度是3000阳光 哎又来个自费盒子 来咱们二路和四路各放一个 漂亮僵尸弹子 漂亮卷心菜机枪 我去这组合还怎么输啊 这些植物是便宜又好用 来咱们等生瓜弹子召唤小僵尸啊 来吧兄弟们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二路可以通关了 来咱们在一路再变一个 哎呦漂亮狂野机枪 现在就差第五路了啊 来咱们待会拿着盒子 再给五路变一个 如果五路再变出一个好植物的话 这把直接起飞兄弟们 来五路变一个 给我来个好植物 哎呦咖啡伞 啊没关系 虽然这玩意没用 但是他也不贵啊 不会再用咱们太多的阳光额度 来咱们二路接着打啊 目前咱们阳光才负1650 离3000还有很远呢 这五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变不出强力植物呢 来咱们再给他变一个啊 我就不信了 坏了 来二路最后一个哦 这个雪人矿工不用管他 咱们敲一路坏了 正常的矿工 他咱们多敲几个 不要浪费狂野的输出 啊坏了 我错了哥 我不是巡视者 反正狂野要没了 咱们多敲几个罐子 不要浪费狂野的输出吗 这下高冰果哥哥 我错了 这下可怎么办啊 根本拦不住他 关键是我现在盒子还没办法变身 就算变身的话 咱们已经负债2100阳光了 也变不了几个植物了 兄弟们 那这冰地 哎呀喂 我去 我信用很好的 大夫能不能给我 多申请点阳光额度啊 3000根本不够用啊 来再开一把 来个财神 漂亮 这下 哎不是 你们杀 天下无敌 二路快打完了啊 这把咱们的植物真是又好用又便宜 二路呢 咱们先留一个 太靠前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咱们从后面往前面打 目前咱们的阳光呢 才付1600多 二路小僵尸出来了 开了吧 反正我二路再也不会放植物了 还好是一个橙盖掉僵尸 三路我决定再放一个保护冰光 哎呀 惊动冰方了 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轻 咱们一次呢 可以少大一点 因为咱们卡超的阳光已经付2500多了 肯定是不能再放植物了 超过3000游戏直接就结束了 有这几个猫战几乎能打过大部分的僵尸 虽然咱们卡超的阳光已经付2500多了 但是并非这个盒子就不能用了 这个盒子咱们还是可以用的 看着没直接把铲掉就行了 只要不让他变身 我们就不会花费阳光 但是呢 这样咱们可以拦一会巨人 不让他敲罐才挺好的 哎 金坑出了个樱桃 那咱们 加龙炮也出来了 那直接全部开了呗 下面 但不对 加龙炮下面这个砸不开 没办法先把其他几个炸了 还好都是小翔师 那咱们这个樱桃 然后先把上面给炸了 那最后就剩 加龙炮下面一个罐子 这加龙炮毕竟铲掉 但是没有关系 咱们卡一手加龙炮啊 Mummy Jiana Mod C chooseC